新时代的精神们等于废话 广告是词语的生涯 这些是现代广告教皇大卫奥格威的名言 创意广告公司CP加币创始人亚历克斯伯古斯基也说 失败的广告往往是由于缺乏一种最基本的技能 找到准确的语言 广告文案与文字语言密不可分 但语言的本质是抽象的 文案的目的却是为了营销 重点在于让人记住 以实现传播效应 完成说服消费者购买的任务 所以文案使用语言的重点在于去抽象化 抽象的反面是具体 所谓具体就是只能够凭借感官去认知的某样东西 比如高性能这一说法是抽象的 飞巴发动机才是具体的 世界顶级客服是抽象的说法 一家为客人提供衬衫服务的航空公司 才是具体的说法 相比而言 后者更容易让人感知并记住 使用的词语越具体 读者越容易理解 比如不要说获得财务上的成功 而要说每周的收入可多达多少元 不要说想让你的身体干起来更迷人吗 而应该说想要纤细性感的大腿吗 再如这段产品文案 标题灰飞的照相机 证文 大疆精灵PRV加是大疆推出的最新型大众级航拍飞行器 大疆占据了全球小型无人机市场超过一半的份额 是当之五会的行业领导者 大疆精灵PRV加能将你的视野前所未有的扩展至高空 拍摄出震撼的鸟汉照片和视频 大疆精灵PRV加搭载成熟稳定的飞行控制系统 能实现自主悬停以及自动返航等功能 飞行器搭载1400万像素摄像头 配合智能手机APP 空中拍照录像都不在话下 作为一款航拍飞行器 标题使用了会飞的照相机这几个字 很具体 比起上部普及的航拍飞行器这种说法 照相机的概念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 文案的第一句话 大疆精灵PRV加是大疆推出的最新型大众级航拍飞行器 注意这个定性的词 大众级 这是一个比较虚化的概念 到底什么是大众级 接下的文案开始讲行业地位 并没有对此进行具体阐释 这导致读者很难对此完成理解 并留下印象 最后一句才落实到具体可操作的细节上 使用1400万样素智能手机APP这样的词 很好理解 因为都是人们每天接触到的概念和事物 针对以上问题 这个产品文案这样修改会更好 大疆精灵PRV加是市面上最新型的大众级航拍飞行器 它能让每个人都享受到航拍的乐趣 让你飞得更高 看得更远 一 一操作 飞行器搭载1400万像素摄像头 配合智能手机APP 空中拍照录像都不在话下 二 自动化 有成熟稳定的飞行控制系统 能实现自主悬停 自动返航等功能 抽象化的语言可以用 如果一篇文案全都在使用具体的词汇 那也不太可能 比如上面这则文案 类似易操作 自动化这种词汇 就是典型的抽象化语言 但是对于体内浓缩产品特征 很有帮助 否则你就只能花更多的文字来说明 自动化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 在使用抽象化语言时 要和具体的描述和细节相结合 这样才能将抽象的产品属性 画过具体的画面和可感知的细节 沉淀在消费者的脑海之中 同时要注意 具体的描述 应该尽量贴近日常生活和人们普遍的认知 从而唤起人们相应的记忆 让文字和读者达成真正的沟通 在面对一种大而无当 没有实质的说法时 人的大脑往往很难集中注意力 也很难有方向 有目的地去思考 同样 文案也必须避免这样的说法 不能让消费者读到之后 一片茫然 应该像用放大镜聚焦阳光一样 限定消费者的思维 集中 再一点去理解 比如 现在让你拿起纸笔 写下过去你身边的人所做的事 你是不是完全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要写些什么 现在改一改题目 写下过去你身边的人所做的坏事 怎么样 是不是立刻想起几件发生在你身边的不好的事了 再改一改 写下过去一年 你的孩子或其他孩子所做的坏事 你的记忆 是不是立刻就开始 追索过去一年 在你孩子 或你身边的孩子身上发生的事情 而不是像之前那样毫无目的的胡思乱想了 同样的道理 当你的广告文案这么说 什么什么真方便 什么什么真厉害 什么什么新时代的精神 你的受众看了会怎么想 他们很可能 什么都想不到 这些话等于废话 既没有把产品利益点说透 也无法先离消费者思维 产品当然要方便 不方便 难道还找麻烦 当然这些文案也没有击中消费者的需求和购买欲望 消费者的确需要方便 厉害的产品 也喜欢代表新时代的新鲜事物 但要将这一认知 嵌入消费者的心智和生活 靠这样几句废话 是没有办法完全做到的 打个比方 你的产品是洗碗剂 文案诉求能够把碗洗得很干净 这就是废话 任何洗碗剂的卖点都是干净 没有最干净只有更干净 重点不是直接告诉消费者干净 首先这是一个很虚的说法 其次 这会导致你无法和竞争对手做出区隔 如果你的广告文案只是告诉消费者这一点 也不会有人记住你 应该传达的是 干净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具体情境 能够为消费者谈了哪些益处 比如你可以说你的洗碗剂 洗得更干净 不伤手 你也可以说你的洗碗剂是浓缩的 一滴等于三滴 更节省 或者说它更容易冲洗 无残留 要么换个角度 突出它的家庭温馨感 加油 关爱家人健康 要么使用更有创意的方式 来表达干净这一产品特性 某某排洗碗剂 让你的邻居没话说 要具备具体可触摸的细节 才能够在消费者脑海中 留下印象 通过上面这些案例 你会发现 产品同质化 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 文案必须通过去冲向画 搭载具体细节的方式 改善这种同质化现状 在消费者心中留下的印象 换句话说 文案不可能改变产品 但它能改变消费者 对产品的感官 这里有一个小技巧 寻找黄金标准 所谓黄金标准 就是产品永远也达不到的标准 也是一种 隐藏在消费者内心的需求 是谁占据了它 谁就能够占据 消费者内心的关键位置 例如 华能吸纳浓缩沉汁的文案 要么喝鲜炸成汁 要么喝华能吸纳 这句文案 并没有说华能吸纳 就等于鲜茶果汁 但要么 要么的说法 相当于将自己产品 拔高到和鲜茶果汁 平起平坐的地位 消费者在看过这次文案以后 很容易想到华能吸纳 就想到鲜茶果汁 在果汁的领域 鲜茶果汁 就是消费者心中的黄金标准 而且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 可感知的具体事物 将产品与这一事物相联系 比起单纯的说好喝 效果好了不知多少倍 再如 美国有一种婴儿肃容奶粉 贝结 文案是 酷似母乳 自从使用这一文案之后 奶粉销量在几个月内 增加了50% 这也是因为它占据了 消费者心中的黄金标准 母乳 有一个风衣语品牌 格雷特斯 文案是 就像我们的皮肤一样 无可比拟 短短的三年 销量增加了三倍 对于衣服的舒适度而言 皮肤就相当于黄金标准 比起舒适这种抽象化说法 皮肤就具体多了 还有什么说法比得上 像我们的皮肤一样呢 要在文案写作中 去实现去抽象化 就要弄清楚 哪些词汇是抽象的 哪些词汇是具象的 抽象词汇的一个特征是 没有食物与之对照 比如一些抽象的名词 情况 理智 时间 希望 友谊 知识 梦想 精神 生活 等等 这类词需要慎用 因为很容易让文案型的空洞 无误 变成一种单纯的口号 反过来讲 具体的词汇 通常在现实中 有食物与之对照 能够让人产生具体联想 比如大部分指代食物的名词 当然 需要排除那些 大部分人不熟悉的物体 如化学物质 专业设备等 形容词 就是典型的抽象化词汇 通常 它们没有办法 让你产生现地的联想 比如美丽这个词 不同的人会联想到不同的画面 产生不同的感受 而且不一定所有人 都对这个词产生正美的联想 也有可能产生负面联想 所以对文案协作而言 形容词需要慎用 有没有发现 好的文案 很少使用形容词 它喜欢天空 我喜欢大海 这是日本某线的旅游广告语 没有形容词 天空和大海 是非常具体的名词 对这些名词印象和想象 足以让人产生旅行的冲动 亚方 比女人更懂女人 欧莱雅 你值得拥有 麦当劳 我就喜欢 还有奥巴马在竞选 总统获胜演讲中说的那句 他们的共同点是 简单 明白 任何人都能看懂 没有形容词 但都是非常优秀的文案 当你想描述产品特色和优势时 也请参照这个方法 尽量不用形容词 美好 优雅 自信 美味 类似这样的形容词 会让你掉进语言的旧潮和初向化的陷阱 很难让读者对此产生视觉化的印象和具体的记忆 另外 多数动词能够带来具体联想 比如架势 飞翔 切 画 写 到 拉 做 站 打 等等 但诸如完成 失去 发展 奉献之类的词汇 则属于抽象化动词 局里很难穷尽 在文案写作中 最好的验证方式就是 一边阅读你写下的文案 一边在脑海中展开联想 凡是能够联想到的具体事物 情景 画面的 就是具体接地气的文案 反之 则是容易沦为 废话 口号的文案 让人看懂 74.1%这个数字 权威机构CNNIC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发布的2013至2014年 中国移动互联网 调查研究报告中 公布了这样一个数据 在中国打车 软件市场 滴滴打车的用户份额 高达74.1% 超过第二名 1.48倍 一般来说 当一个公司的产品 在市场份额 这样的关键数字上 取得突破 那么下一轮 宣传热潮 通常都是围绕 这个关键数字来展开 滴滴也不例外 不过 让我们先停一停 认真看看 74.1%这个数字 怎么样 你能想到什么 假如文案说 滴滴的用户份额 高达74.1% 恐怕人们看到之后 只会说 哦 是吗 所以 滴滴很聪明地换了一种 更为具强的表达方式 这一系列广告 采用了四格漫画手法 选用一些经典的人物形象 如西游记 师徒四人 金庸小说中的南地 北盖 东邪 西游等 来强化四个小伙伴的故事 让人在诙谐有趣的阅读中 同时深化了对这一产品的记忆 比较一下 市场份额74.1% 和四个小伙伴 三个用滴滴 这两种说法的差异 当市场份额 这种专业词汇 转换为四个小伙伴 三个用滴滴 这样的说法时 74.1% 这个数字 被置于具体的 人性化的可感知的语境当中 留给读者的印象 一下子就变得了鲜明 生动起来 到了农村 千万别装 意大利经纪学家 帕里托提出的二八定律 一直是企业市场营销的金客玉律 把精力放在那些80%客户购买的 20%的主流商品上 着力维护购买其80%商品的 20%的主流客户 但到了互联网时代 企业奉行的却是 得草根者 得天下 用资深广告人 夜貌中的说法 过去的企业都忙着紧西瓜 而呼噜散落一地的芝麻 如今大家都明白 剪芝麻背后蕴含的巨大利益 这是一种全新的商业认识 和价值取向 做服务和产品 不是仅仅想着去满足 所谓的精灵用户 而是去争取更广大的用户群体 在传统营销时代 开拓市场需要很大的人力成本 所以二八定律是最佳选择 到了互联网时代 低成本 甚至零成本去开拓和维持 无数个小市场 已经成为可能 尽管单个消费者贡献的消费额不高 但用户规模大 使得最终消费额总量 也变得极大 比如 谷歌服务的客户 多数是小企业和个人 这都是以前不被重视的客户群体 但正是由于 为数以百万计的小企业和个人打广告 谷歌从中获得巨大利益 eBay也是通过 让数量众多的小企业和个人 通过自己的平台 进行小件商品的销售互动 才实现了惊人的发展 腾讯 阿里 这些互联网大佬 也是在积累了大量个人用户之后 实现了迅速的扩张和发展 包括三四线以下城市和农村用户 这些过去传统企业不屑于去维护的用户 如今备受重视 因为单个的人可能贡献不了多大的利润 但聚合起来就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 比如9185的招股数显示 大约有59%的用户来自三四线或以下城市 而贡献了很大利润的核心用户 大部分则来自于农村 既然核心用户群体已经发生改变 那么文案的写作手法和风格也必须有所调整 最直接的要求就是接地气 不能端着 不能太虚 要实在 直接说出重点和痛点 语言风格要为大众所喜闻乐见 看看各大互联网公司的产品广告文案 陶 我喜欢 QQ邮箱 常联系 百度一下 你就知道 随时随地分享身边的新鲜事 新浪微博 都是很接地气的文案 在这个得用户得天下的商业时代 互联网企业的营销和广告文案 需要照顾绝大多数用户的审美文化水平 尤其是面对增速很快的三四线城市和农村网民 文案的写作 需要认清这样一个现实 高高在上 用户无感 来看一看各家高大上的互联网公司去农村刷的强暴 要销路 找百度 尊讨好品质 卤瑶芝麻利 发家致富靠劳动 勤俭持家靠京东 老乡见老乡 购物去当当 先不论这些文案是否切中农村用户痛点 至少他们的语言都足够接地气 通俗 一目了然 刷强暴是互联网大佬们为了抢占农村市场而做出的有针对性的举措 但从东可以看出面向草根用户的文案写作的一个要点 千万别装高大上 别卖弄文字 首先要去了解你的受众 不要盲目地在文案中讲述自己的产品有多好 当年 脑白金在农村市场卖不动 石渝柱去做调查 问农民为什么不买他的产品 农民的回答谁都没有想到 原因竟是包装太小 送出去没面子 老乡参加红军可以分到土地 这才是针对目标群体的最佳文案 没有废话 不玩虚的 直击核心需求 面对数亿农村用户已经小城市的消费群体 文案应该俗一点 再俗一点 甚至可以低俗一点 比如 迷你 在农村刷的文案 一两 迷你 情似海 从子妹妹 入你怀 甚至恶俗一点 韩国妹子脸一样 北京现代 车不同 尽管苏文案容易惹人讨厌 但石渝柱说的好 人骨极俗 你觉得天天吃饭 很俗吗 在用词方面 千万要用最低文化水平的人 能够看懂的词语 奥格威曾说 当投稿人 想用一些深奥的词汇和我讨论的时候 我会对他们说 打上公交车 去爱奥瓦州 到一个农场 住一个星期 和农民们聊天 然后坐火车回纽约 和车厢周围的乘客交谈 如果你还想用这些词语的话 我也不拦你了 今天 当你面对最广大的普通用户 忍不住想写华丽的文案时 不如也去农村和农民交谈一番 去看一看强暴 怎么写 使用对账和押韵是一个很好的手法 朗朗上口便与口头传播 开上马自打 马上就发达 吃穿住行上淘宝 价钱公道 牌子好 别绕弯子 直接在文案中收出实惠 卖给城里人家家 卖给乡亲们打折 上海大众 当当给你好生活 服装新品 打五折 学会利用普通民众的跟风心理 捷报你都有 全村跟你走 咱们见80%的矿主都开上路虎车了 细节比农筒的说法更有效 如果产品提供特色服务 记得在文案里说出来 衣服脏了不用怕 村桃百货来帮忙 想吃啥 上村桃 进口的好货也都有 不要使用内比的手法 不要说使用本产品就像什么一样 这会增加人们理解的难度 有话直接说 勤俭持家有良方 购物只要来当当 生活要想好 赶紧上淘宝 不要使用多益 双关 比喻或者其他隐喻手法来写文案 要遵循这样的格式来写 产品是什么 家买了有什么好处 买辆红旗车 过把手掌引 老婆必须开宿瑞 遥控停车 不受罪 比亚迪宿瑞 挑内骨的世界观 文案要落地 唤起用户的情感共鸣 一个直接的办法是 向用户传达世界观 什么是世界观 简单来讲 就是人们对世界的基本观点和看法 从具体层面来举例 你对婚姻的观点 对人生选择的看法 对一些具体事物的看法 都属于世界观 而在同一个文化背景 同一个群体里 人们的世界观会有很大程度的趋同 比如现在的人们 普遍认同一夫一妻制 或者普遍认同女性独立等等 而文案要做的 就是洞察目标群体的需求 包括他们的恐惧 面临的矛盾 困境 以及他们心底的渴求 信念 欲望 然后一语道破本质 而且要把本质 说得浅显易懂 基地气 比如街头的一些文案 内裤挑得好 老公回家早 没有房子 就没有老婆 自己有房子 才不会嫁给房子 看起来似乎很俗 但俗才好 因为文案 是写给大众看的 再如这则文案 房子是用来养家的 房子不是用来养小三的 在现代社会家庭 矛盾加剧的情况下 文案很巧妙地抓住了 已婚女性的心理痛点 直白地传达了一种 迎合他们的世界观 所以文案出来后 八成都是女性来付款 整个楼盘三个月售庆 再如网络上 传播很广的橘子文案 甜过初恋 形容甜 你可以说甜如蜜 也可以很直白地 给出承诺 不甜不要钱 但甜过初恋 既潜白又生动 能够唤解人们 普遍性的情感记忆 连傻子都能看懂 出人头地的代价 在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 得到第一的人 必须长期生活在 世人公正无私的裁判之中 无论是一个人 还是一种产品 当他被赋予了 先进称号之后 赶超和忌妒 便会接踵而至 在艺术界 文学界 音乐界和工业界 酬劳和惩罚 总是相同的 酬劳就是得到公认 而惩罚则是遭到反对 和疯狂的诋毁 这一切都没有什么新鲜 如同世界和人类的感情 嫉妒 恐惧 贪婪 疑心 以及感受的欲望一样 历来就是如此 一切都徒劳无益 如果杰出人物 确实有其先进之处 他终究是一个杰出者 杰出的诗人 姐妹的画家 优秀的工作者 每个人都会遭到攻击 但每个人最终 也会拥有荣誉 不论反对的叫喊 如何喧嚣 美好的或者伟大的 总会流传于世 该存在的 总是存在 这是汽车品牌 凯迪拉克在100年前的 经典文案 比较冷静 优美 情感饱满 完美诠释了凯迪拉克 敢为天下先的品牌内涵 即使放到100年后的今天 也依然经典如初 但它更适用于 100年前的世界 今天的凯迪拉克 文案是这么写的 走在未来之前 凯迪拉克全新豪华轿车 XTS创新问世 还有这样的 雄心的退化 是这个时代的悲哀 好在有凯迪拉克 还有更霸体的 我是凯迪拉克 你有问题吗 这种改变 不是简单的文案 长短的改变 而是传达的方式 变得更精简 更浅显了 从用词上 也可以看出来 前面的则经典文案中 使用了大量形容词 用于渲染感情 而后来的文案 则更注重靠动词 名字等词汇本身的霸气 来诠释自己 无论通过何种媒介传播 无论用何种形式 传达产品信息 文案最基本的载体 都是文字 当然 也存在所谓的无字文案 如 万宝露香烟 不利文字 只靠画面来传达品牌精神 但最终植入消费者脑海之中的 除了画面 还有一个个词语 粗广 男子乞丐 西部 牛仔 人们必须通过语言文字 来理解事物 表达观念 关于如何使用文字 过去的文案大师 总结出有很多方法 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个方法 当属Kiss公式 Kit 8 Simple Stupid 意思是 广告语言要做到连傻子 都能看懂 不仅是指用词 要简简易懂 更重要的一点是 别说空话 大话 因为空话 大话 意味着人们能够看懂 你使用的每一个词汇 却看不懂你要传达什么 很多人习惯这样写文案 献给正在创造历史的时代领袖 对您而言意味着尊贵 华美 与很久 百年努力 奉献大众 我们关注一切 我们的创造 让理想成为现实 这样的文案 问题在哪里 假如在每条文案后面 标注产品 或企业名称 你会发现 可以标注很多个 几乎每个品牌 都能够和这些文案的 集中之一 对好入作 当时这种品牌 都自我标榜尊贵 并试图传达这种尊贵 消费者会相信哪一个 当你用一条竞争对手 也能照办的文案 作为宣传手段时 除了降低品牌辨识度之外 意义可在 在盲目追求文案 原了极致 华美和煽情度之前 应该更多地思考 产品性质 与文案风格的适用性 好文案和坏文案 并没有一个 严格的区分标准 并非不煽情 就是好文案 也不是说 写的阳春白雪 就是坏文案 不管什么风格 只要一则文案 能够做到 多一次嫌多 少一次嫌少 并非放置四海 而皆准 就是好文案 与自身产品 严肆和风试用的文案 才能让人真正看懂 从而产生销售力 如何匹配 使用性 这里可以参考一个概念 FCB 坐标系 FCB坐标系 简单来讲 就是按照消费者 参与程度的高低 将产品分为高摄入 和低摄入产品 同时按照消费者 购买时遵循考虑为主 还是感觉为主 把产品分为 情感性和思考性产品 高摄入这个坐标 通常是思考性产品 以保险 药品 经济型轿车 房屋等产品 种类为代表 由于消费者在购买 此类产品时 有较高的风险 所以他们处理 广告信息的动机 较明确 一般会主动 搜集材料 自行分析 最终形成 对产品的理性认识 因此 这类产品的文案 最好是仔细剖析 产品特点 提供令人 幸福的利益和解释 低摄入坐标 以情感性产品为主 比如洗发水 牙膏 质精等产品种类 都属于这一种 消费者进入程度较低 在购买这类产品时 消费者负担的风险很小 多为求便利的习惯性购买 所以这类产品的广告 就无需提供过多信息数据 可以更多考虑 从情感诉求入手 根据FCB坐标 消费者购买产品时 有两个模式 考虑为主 及高认知模式 感觉为主 及低认知模式 所以文案也可以 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建立起自身 与产品之间的适用度 以信息的传达 更容易为人理解 当然 这样的划分并非绝对 比如房屋产品广告 也可以依靠 诉诸情感 打脱消费者心理而取胜 趁我们都年轻 趁我还爱你 60 80 平方 你的不换两句 在云上更轻松 牙膏广告 也可以请专家 摆数据 细化产品信息 牙齿 白的健康 我看起来更年轻 一加七大功效 一一列举功效 但一般来说 FCB坐标 可以作为产品 文案操作方案的依据 只不过大部分时候 消费者都处于低认知模式 凭感觉购买商品 不会花太多心思主动去了解 这个时候 文案可以使用理性说法 将消费者带入高认知模式 洗出高认知的文案 拥有的基本思路如下 明确传递信息 以信息本身和旧逻辑性的说服 加强诉求对象的认知 引导诉求对象 进行分析判断 文案的力量 来自具体的信息 清晰的条理 精准的数据 严密的说理 所以 手机的文案可以这样写 标题 一块钢板的艺术之旅 正文 在193道工序的规划 设计 精密加工与生产过程中 它逐渐焕发出生机 融合工程与艺术 追求极致的精密与品质 赋予一块309克的钢板 以生命 历经32小时的加工雕琢 最终 凌结成您手中的19克 这样的文案 似乎与Kiss公式相悖 看起来更难懂了 但文案的写作 本来就没有一定之规 不是所有的文案 都能够像耐克文案那样 用刺个单词来搞定 Yesterday You said Tomorrow 假如你是一个新的品牌 来预计这样的文案 恐怕没人明白 你在说什么 能够让人看懂 能够让人记住 关键不在于怎么写 而在于写出来的文案 是否适合当下情境和环境 比如你在一个产品的专业论坛 写文案 当然是写得越详细越好 数据 理论 多一点也没关系 因为大家都看得懂 再如一家电影院的文案 逛街累了 不如来看场电影 这样的文案 放在电影院门口 或电影院所在的商场里 当然再好 不过 谁都能看懂 但是 要是放在电影购票网站上 就不知所云了 随性自然接地气 嗨 约吗 一条醒目的 百度输入法 iPhone版广告语 美国时间 2014年 10月20日 出现在 纽约时代广场的 大屏幕上 初一看 便然产生几个疑问 为什么要在 时代广场 输入法也能约 外国人用中文输入 实际上 从这句中英文夹杂的文案 可以看出来 百度输入法 瞄准的是巨大的海外华人市场 原因在于 对于海外华人来说 中英文的混用 已经成为一种 不可逆的语言习惯 之所以选择 在时代广场亮相 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华人是iPhone的最大用户群体之一 但早期的iOS系统 不接受第三方输入法 而iPhone手机的自带输入法 又不了解中文用户的使用习惯 因此一直折磨着中文输入用户 当iPhone终于抛弃自己的偏执 开始尊重华语世界的语言习惯 开放第三方输入法时 百度手机输入法看准这一时机 专门开发出适合海外华人 使用的输入法功能 中英文混书操作成为最早介入的品牌 现在再看广告词 会发现这句中英混大的文案 正好契合了华人 在使用手机输入时的特殊习惯 同时也切入了百度输入法 iPhone版的核心卖点 约吗 在博大精深的汉语语境中 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含义 可以是约会 约饭 也可以理解为酒店开放 几乎所有相约一起干的事情 都能够用这句话来表达 具体到产品 这里的约可以理解为三层含义 一是百度输入法本身的 中英文混书的产品功能 二是百度输入法向华人互联网用户 发出邀约 即百度输入法作为最懂中文表达的输入法 作为第一款支持iOS8的中文输入法 向全球华人用户大声招呼 三是从输入法本身的产品层面看 约存在着百度输入法向传承的沟通 交流的含义 文字作为沟通最基本的载体 而输入法有此文字的传送载体 通过这简单的几个字 能够看到一个自然 随性及地气的产品 新广告法来了 如何靠谱 夸张适度 可信 过去我们经常会看到 各种各样标榜自己产品顶尖 最好无可取代的文案 当然 在已经出台的新广告法中 类似的最高级 绝对式的文案写法 已经被延令禁止 但即使不使用最顶尖这样的词 商家为了卖产品 也还是会在文案中 夸大自己产品的好 只不过换了一种表达方式 比如一款手机文案写道 除了旧广告式的违禁词 没有语言能够形容这款手机的好 这次文案或许恶搞的成分居多 但也可以由此看出 自夸永远是广告文案里 一个不变的主题 随消费者考虑的永远是这样一个问题 谁更靠谱 我应该相信谁 在一个商品和广告都很过渡的社会里 消费者早已被锻炼成怀疑论者 广告不可信 已成为共识 因此对广告而言 可信度是一项永恒的挑战 新广告法的出台 其实是让各家文案 更换一种更可信的方式来表达最高级 来看这个例子 什么销量冠军 销量冠军是伪禁词 想想看 到处都是销量冠军 消费者早已对这个词产生麻木感 该换一种表达方式了 用努力换来比别人多卖了一些 比起高高在上 胡锤一气的销量冠军 这次文案是不是温情 精切的许多 再看这次文案 某事 手力空中花园 手力这个词也被尽了 就算你真的是手力 也不能这么说了 怎么改 才能提升可信度呢 某人什么都见过 就是没见过空中花园 对文案来讲 更可信的方式是什么呢 从以上的这些例子当中 我们会发现 更容易让人产生信赖感的文案 简单来讲 就是说人话的文案 类似顶尖 手力之类的说法 属于典型的自嗨 夸张过了头 就是虚假 作为受众 你也许不会相信一句自嗨的话 而说人话的文案 则更靠谱一些 懂得适度表达 先来看看这个案例 印度顺风物流 以安全 损失重大的服务 在本地的跨国企业中 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 但当他想要打开 印度企业这块市场时 却遭到了阻碍 原因是 这些企业不习惯 支付高网的快递费用 也并不相信 Sell X-Price的服务和效率 真的会像他在广告中 所宣证的那么好 为了打开市场 Siff X-Price 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可信度 他使用的方法是 在文案中告诉目标用户 这一个事实 哈利波特第五部 在印度的发行配送 工作由Siff X-Price负责 全国的所有书店 每一本哈利波特 都是由Siff X-Price 运送到店里的 这是一项超高难度的物流任务 所有的书 必须在发行日当日 当天早上八点 同时送往全国的所有书店 不能太早 否则书会提前开卖 内容也会提前曝光 也不能太晚 否则会给书店 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这样一项高难度任务 Siff X-Price 完美的 毫无披露的完成了 结果 这个事实为Siff X-Price 建立起很大的知名度 和可信度 市场开拓工作 由此也变得顺利了许多 这是对 希纳特纳测试效应的成功运用 所谓希纳特纳测试 是这某个例子 足以在特定领域 建立起可信度 那么它在任何领域 都能建立可信度 就像美国 20世纪著名流行歌手 弗南克 希纳特纳 在经典名曲 纽约 纽约中唱的那样 如果我在这儿能成功 到哪儿都能成功 打个比方 如果你拿到了 美国联邦政府的安保条约 那就意味着 你可以拿到任何安保条约 文案可以充分运用这一原理 在目标消费者心中 建立起由不得你不幸的 强力信任度 看到这里 也许你会说 广告文案可信度 可以通过现实势力来建立 这么说并没有错 但问题来了 凭什么让目标消费者 相信你说的现实势力 是真的 另一个问题在于 怎样才能让真实的势力 给目标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 事实上 Safe Express 同时还负责运送运渡 所有全国性高中 和大学入学考试的试卷 看起来说服力也很大 不是吗 为什么不选择 宣传这个事实 其实这里有几个 可以增加可信度的关键点 首先是 事实信息的传达 要做到形象化 形象化的信息更可信 比如Safe Express的事例 搭载了哈利波特这一载体 试想 比起考卷这种信息 哪一种更形象化 更容易引起人们的联想 人们会理所当然 倾向于信任 形象化的信息 实际上 这也是可乐杀金 喝水会死人之类的谣言 得以传播的原因所在 再如奔跑啊兄弟的电影文案 笑出腹肌 比起非常搞笑这种说法 你更相信哪种 另一个关键点 意外性 人人都知道哈利波特 但并非人人都知道 哈利波特的发行 运送工作如此复杂 没有人会怀疑 这个故事的真假 每个人都会笑着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 太有趣了 在遭遇意外信息的时候 人们通常会被好奇心 牵着鼻子走 而不会过多的理性考虑 辨别真假 还有就是 要有经得起验证的细节 全国所有书店同时送达 不能太早 也不能太晚 早上八点 这个精准的细节 足以在消费者心中 建立起信任度 难道会有人这么愚蠢 利用全球知名的作品撒谎 当然不会 实际上借助于权威 才是提升广告 可信度最常用的否法之一 来自各个领域的权威专家 在文案中现身说法 或者产品得到权威机构的认可 有利于提升可信度 另外就是借助于名人 或各个领域的红人 当人们喜欢或崇拜某个名人时 这意味着他们也想要活得 像自己的偶像一样 偶像喜欢的产品 偶像推荐的店 更容易赢得他们的信任 站在台风口飞 猪也会飞 如果不是实现飞跃式发展的 小米品牌创始人雷军说了这句话 而是随便一个路人这么说 能有这么可信吗 只是值得注意的是 借助于权威并非绝对 对于今年累月 掩磨在浩瀚无边的信息海洋之中的现代人 尤其是在互联网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们来说 文案运用反权威的手法 或许会更加有效 权威专家或机构反复渲软 能够给你的肌肤 带来好处的护肤品广告 也许比不上社交平台上的朋友随手一条转发 随口一句推荐 所以文案与其为强调专家意见 机构认证 不如展现个体的说法 比如奶粉的文案 与其说皇家认证欧盟标准 不如这么说 第一次当父母 希望把所有美好的东西都给孩子 比起商业广告和权威人士 人们会更信任家人和友人的推荐 更信任真诚 抬露自己不端着的品牌 文案觉得信任的关键点在于诚实 诚恳 目的性弱一些 和消费者的距离近一些 有时候 一则信息获得的信任度不高 不是因为大家怀疑他实真是假 而是因为他无法被清晰的感知和理解 导致大家不信任他 人们总是倾向于信任自己熟悉和亲近的事物 而对陌生的事物或观念保持怀疑 所以 另外一个增加文案可信度的方法就是 将事实置于人性化的语境之中 什么叫人性化语境 举个例子 一则整容医院的文案 深美加医美等于完美 你知道这是在说什么吗 你能相信这则文案的承诺吗 假如至于人性化语境之中 你的文案就会这么行 你唯一需要担心的是如何向孩子解释 作为消费者 立刻就能理解文案的诉求 而且也很容易对此再生信任感 所谓的人性化语境 就是把枯燥的说法 跟巴巴的数据或理论 理性的分析 转换为形象的 可触摸的 贴近生活和人性的表达 写人性化语境的文案 可以试着参考这几个方法 方法一 打一个形象的比方 马云有句话说 伊贝是海洋中的鲨鱼 而我们是长江中的养子鳄 如果在海洋中对抗 我们将会失败 但如果在长江里对抗 我们将会取得胜利 很好懂吧 而且比起说 我们在中国必胜 靠谱多了 方法二 把你的文案放到人性里面去 假设你要写一则产品文案 不要仅仅只是描述物品 要把它和使用的人联系起来 比如某口红品牌 文案不提口红质量如何好 只说了句 Mock your man 使用一只口红 并不能真正帮助一个女人 征服男人 但女人使用口红 的确是为了吸引男人 比起夸赞产品 这样的说法 当然更可信 更穿透人心 在这里 取胜的不是逻辑正确 而是人性的说法 第三种方法 面对同一个事实 换不同的方式去说 避免陈词烂调 比如吸烟的人都知道 吸烟有害健康 但极少有人会因此而做出改变 科学研究的结果 吸烟会提高癌症发病率 这是一个已经被普及的科学结论 没有人怀疑 即使是那些抽烟者 也并不怀疑 可是对他们来说 这只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真相 早已不具备冲击力 更无法带来行动的契机 所以我们经常会在社交媒体上看到 在那些讲述吸烟危害的文章下面 很多艳鸣吐槽 太吓人了 赶紧抽根烟 压压惊 人们的行动 是需要理由和契机的 很多时候 研究数据不能够 冲击和震撼人的思维 是因为太抽象 所以为了促使人们行动 好的公衣广告通常都会将关于健康的庞大命题 至于人性化 可以被清晰感知和理解的情境之中 其中最经典的目固于这句文案 Cancer Curious Smoking 这则广告获得2003年感成平面大奖 整个广告没有任何背景和图案 只是呈现一排安静的文字 却相当有震撼力 人性尺寸原理运用的重点 在于让抽象的事实变得具体 可触摸 真实性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具备足够的冲击力和震撼力 让人们相信并记住这其中的关联 削掉赵母娘的水果削脾气 产品的功能诉求 如果直接说出来通常没什么意思 比如刀子的功能是切东西 特点是锋利 那么文案就不应该干巴巴的说一句 很锋利 而是应该使用各种方式 将锋利这个特点形象化 这样才有可信度 厨具品牌 Andreanne的水果削脾气广告 是个很好的例子 削脾这项产品功能 很形象化的被放大了 它削的不仅是果皮 反爱式的东西 全部都能削掉 比如削掉赵母娘 削掉黑手党 这一系列平面广告的文案是 Get rid of Unwanted 摆脱一切不需要的 通过塑造各种需要被消除和摆脱的角色 生动传达出产品的功能诉求 削掉省烦的果皮 不在话下 比起直接说削皮 当然更可信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